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这脚打门来自于38号 肖玉仪 在上场比赛的那个丢球 其实就是黎东娜的一次跑位不太到位啊 拖在了最后面 让对方打一个反越位 来看看这一次打远射 哎呦 这边球进了 一个意外球 芬兰队开场不到5分钟 破门了 4号20 一个意外的丢球 我们看 进区线上 一脚打门 弹在了中国队防守球员的身上 其实这脚打门啊 比较偏 而且力量也不是很足 打在了吴海燕的腿上 这一下啊 确实是比较的意外 嗯 这一下 中路撕开了一道口子 大门 哎呦 很危险呀 漂亮 这次在左侧 段到途径 给到王霜的脚下一抹 再推 有机会 大门 敲进了 这次竞工打得非常漂亮 小教38号 肖玉仪破门 观察到了这边在右侧 处于无人防守状态下的肖玉仪 当然我们说 王霜这次在中路的这一次突破 非常关键 正是由于他过掉了对方的6号 奥维宁 迫使对方的左边后卫15号的盔卡 也需要去收到中间来补王霜的这个空位 战化把右边路的肖玉仪露得干干净净 小将肖玉仪也是不辜负对 给到左边 周飞飞 左脚传进来 投球 球进了 这边抓住了对方门将的一次出击失误 再来看看 周飞飞 走路这个球啊 传的质量并不是太高 球传的比较高 比较飘 而对方的门将这一下的出击 不知道在想什么 对于皮球落点的判断啊 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正好露给了马军一个空空的大门 王霜 够度到了左侧 送端 直接打门 门前有机会 三比一 王霜霜 果然是小快刀啊 把比分变成了三比一 送端了这脚打门非常的突然 可能马克拉也没有想到啊 送端这脚会直接射 而且我们通过半径头再来看看啊 马克拉的这个铺就 最后正好用腿碰了一下 这一碰 恰巧把球是碰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这边王霜霜真是快啊 像一道影子一般 也是最后这一下啊 进球无效 来看看芬兰队的进攻 也是杀到门前 这一下门将出击太慢了 看这次进攻 哇 这一个船跑结合的还是非常好 但这一下啊 碧晓琳 出击还是慢了啊 助攻的是四号恶灵 恶灵今天是一球一助攻 表现很抢眼 漂亮 进去里面冷静 大王瞧见了 69分50秒 36号送端破门 门将打得非常冷静 送出助攻的又是王霜 今天王霜虽然自己没有破门 但是确实啊 为一左一右两名队友 都送出了两次非常精妙的助攻 几乎都是魏秉式的助攻 后边 阿军 左边 左脚再喘 这边 主裁判秦亮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战化在这场中国之队 女足热身赛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足坐镇 常州奥体中心球场 4比2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